今天看美國共和黨的總統 郝酸林川普 曾在加州做事的時候 為了另外在現場 獲得一個有十千的女婦人 另外民主黨的總統 郝酸林何金磊 是批評川普和幾位 共和黨的領事 將對洪台說一些假消息 這些民眾得到 撐翁的信息 共和黨總統 郝酸林川普 起到加州可切 拉基行做事的活動 美國總統 共和黨的總統 《三井經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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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井經典 》 《三井經兆 》 《三井經兆 》 我們知道是 他有幾個 公司 和不同名字 和不定義的機器 和不定義的機器 和充電器 和充電器 如果您問我 我可能有 現在四十九歲 拉斯維加斯基林 三個代表主席黑色的車 掛自己做的車牌 車頂已經有得好清潔的清潔 和大量清潔阿爸向代表 這已經是七位川普在賓州 做到清潔首相和高位 在賓州面臨 要向暗殺了 第三次有人想要暗殺 川普在水澳暗殺中 批評民主黨候選人候勤力 在當年加州檢察長期間的紀錄 九位第三世界印競疑病罪犯 另外 今天是中環北卡羅南納州 批評川普在來的幾位共和黨黨 將對紀錄一直散佈假消息 可能做生命中 最難得到救命的信息 而且過去川普議的經紀錄 提供投票和郵件投票是貴欠和意圖 帶上去的方式 不過在競選最好改動川普團隊 算了當勞勞的選民 兩者透過郵件投票 還有努力的事 受到幾方影響嚴重的北卡羅南納州 可以有更多投票的方式 恭喜新聞電 為您便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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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